郭董怎麼看高雄一直陣入聲音 這是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在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爆出乍領助理費之後 第一次公開露面 你們的問題喔 因為不要失焦 我有臉書給你們回答 雖然證實高鴻安合成競選影片 有獲得授權 接著又說新竹市需要跳脫政治框架 及科技出身理解產業趨勢的人 後來又說要依賴新竹市民的大智慧 郭董說得很清楚 未來新竹市需要什麼樣的市長 顯明有足夠的智慧來判斷 也交給40萬市民來決定 作為市長 抽所一定見得起外界的檢驗 爭議勇於承擔 而且把新竹看成自己的家 不是把新竹看成 是非之地的候選人 市民絕對有智慧 可以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至於誰最適合郭台銘始終沒說出口 只用這幾個關鍵字 沒有點名挺任何候選人 不禁引發外界聯想 郭台銘先生表達他個人的看法 我們多尊重 科技人這個說法的範圍 非常的廣泛 我認為也不用做太多的解讀 就是努力拼新竹市民的認同就對了 郭董這邊的話 我一定會跟他來做澄清說明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看到這種 就是誤導的報導 或者是看途說故事的報導 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不太正確的印象 外界也好奇 是否跟高鴻安助理費爭議 橫橫踩到郭台銘 不能貪污的從政底線有關 確實他沒有像我們一般在力挺一個人 很清楚的說就是挺他來當選 為這個新竹市民謀求最大的福利 他背後是不是有什麼這個他比較謹慎的地方 他會不會在乎政府對他的態度 這個我們不知道 社會上包括高董在內 我相信都心中只有一把尺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黑的 什麼是白的 綠營大蒜高鴻安值不值得挺郭台 名字有一把尺 網紅四叉貓留言大蒜 前老闆竟然連請支持高鴻安 都說不出口嘛 也有網友認為還是說不出口 要挺高鴻安 標示真的挺不下去 選戰勝不到兩週 卻遲遲不見 昔日老闆公開力挺引發熱議 接著台北新竹綜合報導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